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阿段 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述了索尼公司如何运用3D技术和革命性的CD-ROM重新定义游戏行业 而在依靠先进技术吸引到游戏软件开发生后,索尼方面又该怎么做呢? 索尼方面的下一个步骤是让游戏厂商尽可能多的为PlayStation制作游戏 而为了让游戏开发商更好地为索尼制作游戏 就做两部阶段团队采用索尼音乐公司的一个核心商业理论 1994年,日本工业报的一位记者问索尼音乐总裁完生茂雄一个问题 在音乐唱片公司,你认为谁才是最重要的?是高层管理人员吗? 完生茂雄答道,在唱片公司最重要的既不是制作人,也不是导演,甚至不是总裁,而是音乐人 我们必须相信,音乐人就是神,即使是一个新的艺术家,我们也必须保持这种态度 并不是所有的心情艺人,作品都能卖作 但即使是麦作不佳的艺人,你也必须与同样的态度对待 九段两部剑,从完善茂雄的艺术家管理理念中得到了启发 并设计了一项针对游戏开发者的支持计划 当时距离PlayStation发布的时间非常紧张 索尼在1994年初向游戏软件开发商披露了PlayStation的硬件规格 而距离PlayStation发售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 那么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缩短游戏的开发时间呢? 答案就是激励游戏开发者,让他们渴望为PlayStation创作游戏 因此在游戏的开发早期阶段,为设计师们提供一个友好的创作环境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一点上,九段两部剑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 它坚持所有支持创作者的硬件功能都由公司内部生产和完善 而不是将PlayStation的LSI电路布局和制造外包出去 九段两幕前解释说,索尼公司自己生产设备 及家半导体制造商生产LSI电路 但我们希望把开发力量集中在改进软件开发工具上 我们通过专用网络为游戏程序员提供交流环境 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多的长期支持 我们之所以能够提供这种服务 是因为我们了解PlayStation的技术细节 这样共同努力让创作者有更多的时间来制作他们想要的东西 因此我们在开发硬件的同时也开始开发专用的PlayStation库软件 实际上我们在库软件上付出的努力甚至更大 程序库是PlayStation制作游戏的所需通用软件 九段两幕前当时的想法是 我采用了与中餐烹饪的相同原则 中餐的菜式虽然很多 但每道菜都是在点菜后很短的时间内上桌 因为每道菜不是由一个厨师从头到尾做完的 而是采用分工制 采购准备工作由不同的人负责 然后才进入烹饪阶段 曾经担任索尼电脑娱乐的软件开发总经理 刚本生一 他在九段两幕间的指导下 开发了PlayStation的库软件 他将库软件系统比做汽车工厂 当你制造一辆汽车时 会在许多不同的地方使用螺丝钉 不同的车型可以使用相同的螺丝钉 原理也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 库软件并不是专门为某个具体的游戏 制作的开发应用程序 而是通用的基础开发工具 无论开发哪种游戏 开发者都会用到库软件 如果没有库软件 游戏开发者必须先分析硬件 并且从零开始编写所有的通用应用程序 库软件解决的这些问题 让游戏开发者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游戏开发 在PlayStation诞生之前 这种游戏开发方式几乎是不存在的 久到两目间认为 库软件的出现会大大减少开发者的工作量 但现实情况并不如他们所想 而是更加复杂 刚本身一是加入SCEI的第五位软件工程师 在他之前加入的四位工程师中 没有人接触过游戏软件产品 刚本解释说 我们专注于开发供游戏创作者使用的软件 我们的目标是让开发者喜欢 为PlayStation平台制作游戏 我们相信只要提供出色的开发工具 更多的游戏公司会加入PlayStation阵容 那么他指的是什么样的开发软件呢 实际上当时连刚本身一自己也不太清楚 这并不奇怪 因为索尼的软件开发团队中 没有一个人有过任何的游戏开发经验 尽管如此 他们不能浪费时间去抱怨自己没有开发经验 必须继续前进投入到开发工作中 于是在1992年12月开设基本库软件的设计 刚本身一当时在开发软件库这样说道 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信心和信念 某些特定的软件程序在通用库中是必要的 我们不做客户要求我们做的东西 而是做我们认为他们需要的东西 开发团队在构建程序库时 没有针对某个特定的项目或游戏编写专门的软件 因为开发软件库的本质是共享和通用 应该供所有的开发者使用 虽然在某些情况下 他们会为特定的游戏定制一些功能 但这些开发功能在未来都会被整合到主程序库中 使其他开发者也难受益 后来刚本身一解释到 比如说为战斗游戏加速的专用软件 起初我们为某个制造商定制了一款加速类型的软件 用于提升角色的动作速度 软件完成后确实加快了游戏动作速度 我们将其增加到了公共库中 这样所有人都可以受益 这样看 库软件是很容易开发的 应该所有开发者都应该喜欢它吧 但现实的情况往往是吃两面性的 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SCEI向各大游戏开发商开始提供库软件后 索尼公司发现 说服游戏开发者使用库软件并不容易 虽然程序库有很多优点 但并不是所有的开发者都愿意使用它 当被问及为什么不使用库软件的具体原因时 一些开发者会这样说 我不喜欢原封不动的使用别人编写的程序 如果他在开发过程中 遇到了由程序库引发的问题 他就无法解决 因此如果可能他宁愿不使用库软件 大多数软件开发者都同意这种观点 他们更喜欢自己编写整个程序 尽管这意味着需要额外的工作 但至少他们可以确定问题的原因 来自他们自己编写的代码 这种思维方式是游戏开发者的典型表现 他们大多数人希望完全控制软件的内容 他们更愿意掌握每一行代码的细节 这样在出现问题时 他们可以快速找到原因并解决 而当使用索尼的外部程库库时 问题可能本身就出在库里 也可能出现在他们自己的代码里 这种不确定性让他们感到不安 所以这也导致了游戏开发者对库软件的不信任 那时游戏开发者经常要求索尼改进库软件的内容 对软件进行修改 但根本身一的回应总是 不行 库软件是提供给所有人的通用开发软件 我们不能为某个游戏应用做特别修改 然而开发者依然坚持 甚至说 不是因为索尼的库软件导致我们的游戏画面移动会这么慢吗 游戏开发者怀疑是库软件导致了游戏画面的动作变慢 刚本身一像这样解释说 请放心 我们的库软件不会影响游戏的可见部分 虽然刚本身一像这样说 但游戏开发者很少相信他 有一次 刚本身一在与海外游戏软件公司参加会议时 发生了一件让他感到非常尴尬的事情 每次他刚开始解释 PlayStation库软件的工作原理时 总会有人站起来要求公开库的原代码 最后整个会场200多名人都会立刻起立鼓掌支持这些要求 无论之后官本身一去到哪里 类似的情景都会重复发生 让他感到难以置信 当时的游戏开发者对于库软件的不满 源于一种矛盾 虽然在游戏行业中 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及游戏平台的格式 例如硬件架构 在几年内是不能轻易改变的 也保持游戏开发的兼容性和一致性 但与此同时 主机平台端所使用的半导体技术却在不断的进步 这意味着尽管主机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变化 但平台的核心硬件 如芯片却在逐步改进和提升 这种逐步的硬件变化 意味着游戏机制造商 不能轻易公开硬件的详细规格 因为这样会影响到游戏和硬件的兼容性 如果索尼他们公开硬件规格 开发者可能会要求之间操控硬件 而这会使得PlayStation平台上的游戏 难以适应未来的硬件升级 为了保持平台的兼容性和稳定性 索尼需要在硬件进化的同时 隐藏某些技术细节 这种信息不透明性 引发了开发创作者的不满 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完全掌握 开发过程中的所有技术细节 在以前的游戏机上 可以直接对电路发出指令 比如任天堂的红白系FC 当时任天堂的FC 硬件规格是公开的 开发者可以直接向硬件发出指令 这样他们能够完全控制硬件操作 但对于PlayStation这样的复杂系统来说 确保游戏软件与硬件兼容 变得会更加困难 游戏开发者不能直接操控这些核心部分 必须通过操作系统的接口来访问硬件 这大大限制了他们的开发控制权 导致一些游戏开发者感到非常不爽 南蒙公的董事总经理石村凡一说 这就是为什么 一开始我们无法自己操作这台机器时 会感到压力 这就像你的脚痒 却不能脱鞋去挠一样 真的很让人感到挫败 开发阶机游戏的团队尤其沮丧 因为以前所有的街机游戏都能直接操作硬件 索尼方面经常会说 你们这些游戏开发者不需要担心这些细节 但这对我们开发团队来说 真的很困惑 因为我们以前从未这样工作过 尽管当时游戏开发者对索尼的程序库 有许多的负面反应 但根本声音依然坚定地宣传索尼开发库的优势 他相信使用观望资源 及共享的开发工具和功能 对于游戏开发是非常重要的 根本经常向开发人员举一个例子 当PC操作系统从DOS发展到Windows后 应用软件的数量大幅增加 所以索尼库软件对于你们游戏开发者来说 只为重要 根本声音不断宣传索尼程序库的好处 最终慢慢产生了一些效果 渐渐的开发者开始意识到 使用库软件能够减少开发过程中所需的步骤 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索尼的开发库 南木工才得以在不到一年的开发时间内 将三级赛车从阶级游戏移至到PlayStation 而Timesoft公司也在短时间内开发出了斗神传 后来一些开发者开始依赖库软件来完成部分开发工作 因为库软件可以大大的提高开发效率 最初索尼的开发库只支持C语言编程和3D技术 后来根据开发者提出的要求 又增加了2D技术库 并根据开发者的反馈进行了改信 索尼开发库也在最初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升级 例如当时有开发者指出 C语言库中的某个函数参数有问题 刚本的团队经过检查后 方向反馈是正确的随机修正了问题 然后往往问题不会那么简单 因为库软件是所有开发者都会使用的通用工具 不同的开发者在不同的电脑开发环境下 可能会对同一功能有不同的体验 对于一些特殊开发者来说 某个功能可能表现不佳 但对于另一些开发者来说 具运行得很好 因此库软件的改进 需要在满足所有开发者需求的基础上进行 刚本生意后来解释道 我们会因为某个人的要求而修改某些内容 结果去发现其他人反对 要求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修改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所以我们决定在构建库软件的过程中 保留原始版本 并且给修订版标注版本号 例如第一版是原版 接下来的修订版是第二版 第三版 甚至有功能版本号达到了第九版 对于我们开发库的工作人员来说 有这么多的版本的确有些尴尬 因为这意味着原始版本并不完美 就这样 索尼的开发库不断发展壮大 最初程序库中只有350项功能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需求的增加 库的功能数量增加到1800项 索尼曾经有18名员工 参与了程序库的开发工作 南梦工的十寸反一后来解释说 当他们在1993年5月开始开发山崎赛车时 程序库只有最基本的功能 是我们真正建立的这个库 我们与程序库的开发人员合作 告诉他们我们需要哪些项目和功能 从索尼的角度来看 我们更像是第二方开发者 而不是第三方游戏开发厂商 九朵梁木剑 致力于为游戏开发者提供一个理想的创作环境 后面的成果有目共睹 转进库的开发不仅是第三方开发者 能够高向生产大量游戏 还默默推动了PlayStation的飞速发展 刚往生一后来回忆说 他深感幕后支持工作的价值 虽然他不如游戏开发那样棺材夺目 但正是因为这些幕后工作的无名英雄 保障了PlayStation平台的成功 而现在的硬件毕业生往往只向往参与游戏制作 而忽略了幕后工作的关键作用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 正是因为这些支持工作 成就了PlayStation的辉煌 到这里 阿顿引用四期节目 详细讲述了索尼如何通过技术创新 和策略巧妙地推动PlayStation的崛起 从最初的3D图形和CD-ROM革命 到与游戏开发商的深度合作 再到酷软件的强大支持 PlayStation不仅重新定义了游戏行业规则 更是开创了一个以创作者为中心的生态系统 正是这种开放 尊重和支持创作者的态度 使得PlayStation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全球游戏行业的引领者 而这对于九座两部剑来说 只是扬远旅程的刚刚开始 之后PlayStation的诞生之路是怎么样的呢 这些开发历程故事 我们将留在下一期视频揭晓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关于 PlayStation发展历史 可以去我的频道首页收看 从九座两部剑的传奇工程师故事 再到PS诞生历史 还有精心制作快一年的生化游戏专辑系列 如果您喜欢都可以去看一看 制作视频查找资料不易 如果您喜欢主机游戏发展历程 不妨在YouTube订阅我的频道 对我的视频点赞 让更多人看到 随风而行随风而断 我们下一期视频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